Sound on 好啦 反正我是贵智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 很震撼的议题 威权时代 就会说什么 国家的伟人离世 但现在不会了 对 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 他在7月31号 刻然尝试 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我们都会说 这个人的功过 等到盖棺那一刻 才能来论定 那我们就来论论看 李登辉功过 那李登辉 其实说真的 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我对李登辉 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 因为李登辉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总统了 就我开始对新闻 有印象的时候 都是陈水扁了 2000年后 2000年之后 因为我2000年代小六 所以李登辉 等于是我国小时期的事情 2000年我小二 对啊 那根本就不会有太多的印象 那回过头来 现在要来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就变得我要回去做很多功课 那很开心 洛毅帮我做完这一切 所以我们这一集 就让洛毅现在 帮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先不要论功过好了 因为在弄到功过之前呢 我们应该要先来聊聊李登辉 他任内 你觉得有哪一些 他做过的事情是 我们在这集里面 很值得跟大家讨论一下的 好 我觉得就讲一件事情 国会改选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我们台湾第一次 国会改选什么时候吗 我啊 东都不知道 我讲不出那个实际的事情 1992 我们的宪法其实是早在1946年的时候 其实就立了 1947年公布 我们这部宪法其实是规范整个中国嘛 对 叫真中华民国 OK 研究电视台的那个 对 对 就是我14万万人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那你选完之后 发生一件大事嘛 发生什么大事 什么大事 1949年国民政府 就国民党战败牵扯来台湾 那这就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那国会怎么办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国会原本在哪边选出来的 原本有700多个国会议员 在整个中国选出来 台湾省只有八个代表 都在金本马祖 还是福建省的一部分 那现在怎么办 来到台湾 变得麻烦啦 因为在台湾就不能选啦 为什么 因为你在台湾选 就不是在真中华民国选 你觉得这怎么办 如果是你怎么办 如果你是蒋中正的话 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个独裁者 以你的个性 OK 那就不要选 OK 对 他就选着不要选 他就跟立法院就说 那我们研议 就延期这样子 跟林郑月娥一样 对 确实是这样子 跟林郑月娥一样 就直接不选 直接不选 可是不选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啊 不选一次 然后这个国民大会 跟监察委员 那时候也是选出来的 也要是要选 怎么办 最后就这样子 他说那我们问大法官好了 大法官给了一个解释 大法官说 这个因为国家 发生重大的变故 所以如果在重大变故的 状况底下 我们就是不能选 那就不要选 大法官说可以不选 可以就不要选 那那就一直这样 不选下去吗 对啊 就是一直不选下去 可是这个东西 是有问题的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民主国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任期 对 任期才是民主原则 这样写嘛 那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 这群民意代表 就是一直不断的当下去 当了四十几年 所以我们大家说 他是什么 万年国大 那这些人 如果他们就是过世 怎么办 好 重点来了 很多人就很老了嘛 所以来之后会过世 所以那时候 国家那时候 有去开一个真额补选 就说好 那我们在台湾先选好了 可是原本 原本那些来台湾 那个原本的国会人 不能改选 但是我们新增一些名额 让新增的名额 可以补选这样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 其实有慢慢 台湾化的趋势嘛 就是慢慢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本来是以整个中国打造 但现在慢慢 以台湾独为重心 来做打造 那可是政额补选 人家下去 也不是办法啊 对不对 因为国大的人 都会怎么样 这些民意代表 一直很老 会慢慢死掉嘛 对 死的越来越多 就是凋零嘛 对 凋零嘛 对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甚至就是很多就死掉了 那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 爆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就野百合 野百合运动 我有疑问耶 来 你说那个是代表 全中国的 是不能改选的 对 那台湾 这个选区的 可以改选吧 就这很有趣的问题 它全部都冻住 那至少可以在台湾 台湾就只有八个名额 那这八个名额 不能改选吗 我印象中是没有 也不选 对 也不选 因为就是整个中国 你就是要选 只能选整个中国 那当时那八个台湾人 不知道是谁 就是那种日志时代 已经参与政治 那种士生那样子 就是比较早期的 对 那谁不开心呢 学生就不开心 对啊 为什么每次都学生不开心 太阳花也学生不开心 野百合也学生不开心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对啊 因为学生比较理想 你很少听到什么 婆婆妈妈不开心 对 这都是学语 你没有听过什么 婆孕 妈孕 或者是什么 中年阿伯 北孕 对 你没有听过这种东西 年轻人比较理想嘛 他们一定对现状很不满嘛 其实我刚才演讲 讲到这个问题 有人在问 我就说因为年轻人没有钱 没有钱就渴望改变 渴望进去变断 你当你有钱之后 你就觉得 我这样都可以赚到钱 那我要改变什么 没有道理 所以年轻人其实蛮重要的嘛 因为其实 往往推动社会前进 其实都是 确实都是年轻人 所以那时候年轻人 一堆人占领这个中正庙啊 对不对 就是一直不断抗议啊 说万年国代要下台啊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 我们今天主角 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李登辉要出现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李登辉接见 野百合的 这个相关参与的人 然后也答应他说 会启动改革 会做这样子 所以后来野百合就解散了 那其实那时候 很多人很不满 去接见的同学 会觉得你被摸头 你怎么知道 他会这样做 但这时候不得不提一个人了 我们刚才讲过嘛 一个大法官解释 不是说卓家重大变故 然后他就不重新改选 这时候有一个立法委员 就是陈水扁 他跟其他立法委员 一起申请大法官解释 说什么 要不要重新改选 就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贵之你觉得大法官解释 他会不会有社会压力的 存在的问题 难免会啦 可是大法官已经做过的话 正在同一件事情 做第二次吗 可以啊 通监罪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聊过 五五四到七九 当时也是这样吗 正在同一件事情 做第二次 对 好那这时候 我们就要恒观的来分析一下 这个李登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李登辉内心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 国会要重新改选 因为这样下去 真的不是办法 而且这样下去 其实会有个小问题是 人民反抗力大会变大 就是你一定要赶快改选 才能把这个人民的民意 变成政治的动力嘛 不然它一定变成 一个体制外的暴力 这很正常的事情 世界各国独裁国家 转型成民主国家 其实都是这样子 所以重点来咯 野百合抗议 陈水扁申请大法官解释 那这时候大法官怎么办 我自己觉得 他有看到一个态度就是 人民想改选 立委也申请要重新改选 重点是什么 总统的态度 那李登辉当时看起来 是蛮倾向要改选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错综复杂的关心下 最后四字二六一号解释 做出来了 说重新改选 因应国家当前情势 重新改选 大家也是要知道 是1948年 这是第一届 第一次台湾人改选 是在1992年 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当时 43年到44年的立法委员 我们才1992年改选 在1995年 1998年才开始选 属于台湾自己的立法委员 那其实蛮多人 蛮感谢李登辉这件事情 认为他是民主先生 开启台湾民主支度 但我的评价是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否认 野百合参与的人 也不能否认 申请大法官解释的立法委员 也不能否认 大法官解释 有一定的功劳 大致上他在民主上的贡献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抹灭的 那到底要感谢他 还是要感谢野百合 还是要感谢他 我觉得都要 因为听起来 他就只是顺水推着 你们那边吵 那大法官又有解释 那干嘛不要做 针对这件事情 水到渠成的时候 对 但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觉得政治人物 其实有时候就是要 顺水推着 也是一个政治的勇气 如果已经换成其他人 会不会有这样 顺水推着的勇气 我觉得也未必 这件事情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那除此之外 另外就是总统直选 因为当时也是 换到一样的问题 因为总统为什么不能直选 还记得我们在百邻国 不是有讲过 一样的逻辑 因为如果总统在台湾直选 就怎么样 台独分子 对 所以你不能 但是他后来坚持 跟马英九对抗 其实不止马英九 还有很多的 当时非主流派 等等 陈旅安等等对抗 他坚持要总统直选 所以我们在1996年 后来修宪 1996年 我们才第一次 中央民国 在台湾的第一次 总统直选 这两件事情 确实对台湾的民主 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功劳 可是总统一定要直选吗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可以讨论问题吧 可以问题 直选 到底是不是一个 最民主的 或是最适合台湾的 民主制度 我觉得在概念上 重要的象征意义是 台澎金马选出 自习的总统 因为以前是委任直选 那就代表说 我们还卡在一个 就是因为委任的人 他们有代表 整个中华民国 所以他们选出 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台澎金马选出来 就已经 那概念就不太一样了 表面上 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实际上 他是台澎金马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直选 这件事情在 政治的变化上 我们讲中华民国 台湾化这件事情 是有他的这个意义在的 OK 可是这个政治意义 它也是可以用 其他方式来取代的 譬如说 全部都是台澎金马 选出来的国会 你要国民大会 或是立法院来做 这都可以 也可以 它全都是台湾人组成的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来选出的总统 不是也会取得 像这样子 同样的政治意涵吗 同意 我想要讨论是说 其实我觉得 总统直选 到底对于台湾的 政治制度 它本身 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比较少人讨论 对 那我再把一个历史 麦能先讲清楚 因为其实会做这件事情 也是当时民间 其实是渴望总统直选的 如果你这时候自助说 我们选出的人 帮我们选总统 大家不能接受 所以那时代状况底下 可是内阁字不就这个样子吗 对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内阁字 是有它有背景的考量 因为台湾当时已经 习惯有总统这件事情 蒋中正啊 蒋经国啊 就是我们已经期待 一个人当台湾的最高领导者 是这个人来决定的 可是内阁字 是会不太一样 内阁字是民主正当性 是比较弱一点的嘛 对不对 是最大党的党亏 所以在这个案子底下 我会认为台湾在 那个时代变形下 台湾人民是比较渴望 有总统的 把这个东西补足 所以我觉得 总统那时候 其实算是一个 势在必行啦 因为民间其实是支持的 那李登辉也支持 可是你问我说好不好 我觉得这东西 没有永远的答案 对其实没办法 他没有绝对答案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如果人民 意识到我的一票 可以决定谁来当总统的时候 他会尽可能会去了解 更多的政治 跟辩论跟讨论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他的好处在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的话 说不定会有比较 事不关紧的态度出现 也说不定 这是我自己对李登辉 在民主贡献上的一些看法 这样子 懂不懂直选 跟国会改选 可以说是李登辉 任内的两个比较重要 蛮重要的成就 蛮重要的 对大家直观的时候 会讲到这件事情 那过的部分呢 好 过的部分 我觉得我想讲一个 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都说黑金嘛 但黑金 黑金这个蛮常见的啦 我觉得黑金有时候 对啊 这是李登辉 如果当时要推进一些改革 他需不需要立法院的帮忙 我相信一定要啦 一定要 到现在的总统 其实都一定要嘛 那些立法委员 他凭什么要听你的 好比说那时候立法委员 叫韩国瑜的立法委员 对 所以你要给他一些好处 因为当时其实李登辉 任内也把 情法一百条 跟城市暴乱条例 我相信大家 如果平常听我们讲 就知道这很可怕的法律 也删掉 那当时党外人 可能是支持删掉 可是你要怎么得到 国民党内部人支持 那些国民党立法委员 很多像地方派信 像韩国瑜 他不可能有什么理想 那你要怎么利用 他来帮助达成你的理想 有时候黑金可能是一个手段 用黑金融络他 他可能有些好处 但他在政策上配合你 但是这政策对台湾是有益的 我觉得很常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说韩国瑜黑金 我们先沉浸一下 当时的这个政治氛围 就是说我们可以 就是策略上 透过黑金去收买 一些民意代表 然后让他去做出 对民主可能比较贡献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这个人事的事情 人事件事也没办法 绝对的光明磊络 对对对 就是就是那么 很多人他其实不愿意 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这些事情 结果听起来是好的 可是过程中 就必须要沾染一些 大家不是很喜欢的东西 对 但在那个当下 你好像也想不太到 其他的方法 没错 那至于说这样子做到底 是好是好 你只能留在后人去评断 因为他毕竟还是会留下一些 不好的政治效应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已经讨论很多 我不讲这个 我们讲另外一个层 反正黑金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听起来 很多人讨论 反正黑金的功与过都有 你也不能说 你是为了争取人权 争取民权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 狗屁倒灶的事情 对 因为有时候这两件事情 没办法 他不是说功过可以相抵 对 因为反过来讲 如果他不这样做 说不定就没办法前进 也说不定 就是很难 你很难讲 真的没有答案 所以有时候 这个做决策的人 真的是蛮困难的 很痛苦 对啊 就是蛮两难的 好 我讲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说 李登辉对台湾民主贡献 算是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就是先让有些东西前进 但有些东西就迟了 就是转型正义 我不讲转型正义本身 我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被耽搁 我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就是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在世界各国 其实很快都可以做的国家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独裁政权的倒掉 纳粹倒了 所以纽伦堡大省 然后东欧的一些国家 也是那个威权资争被推翻 所以大家直接转型正义 去清算前朝 做出不对的事情 正常倒台的部分 对 但是台湾很特别 台湾是世界上少数一个国家 是从威权时代 走到民主时代 基本上 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 没有死人的 我要跟观众讲一下 我的意思不是说 白色恐怖没死人 白色恐怖死非常多人 非常恶劣 我是说转型 这件事情本身没死人 并没有说像爆发 像韩国光州事件 爆发这种大规模抗议 警察扫射 然后就拼搏到民主 台湾没有 野百合没有死人 然后就进入到民主时代 这是世界上少数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讲宁静革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民党生存下来了 避免像世界上 其他的独裁国家一样 那个独裁威权政党倒掉 它并没有 所以它活下来之后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就并没有像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 民主国家 前朝倒台立刻清算 这些清算的事情就没了 因为它这个清算力道 就被吸掉了 而且再加上 我们台湾戒严用太久 所以李登辉对民主贡献 确实我觉得是有 但这个过程当中 转型阵意不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一窥过去在威权时代 在戒严时代的 加害人的面向 跟怎么样去做处理 这件事情是到2016年 国会改选 之后我们促进转型阵意 我觉得才开始做出第一步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多人批评 也觉得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怪他 为什么当时不做 他能不能做 我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没有做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去讨论的 会不会他本身 就是没有想要做 我觉得有可能 毕竟他是国民党 他是国民党的 他就是国民党 虽然后来变台联 他变台联之后 也是他丧失国民党党魁的身份 所以我就说 他在拥有国民党权利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 对自己党内的人去清算 他要用这股力量 才继续做事 不知道是做好还是坏 就是从下来看 大家都觉得还蛮不错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必须要利用党内的力量 所以如果他用党内的力量 要清算的话 他没有党内的力量的话 他怎么继续做事 所以我就或许 从他角度来讲 他也不能这样做 但是转型正义 这个过程当中 延迟了20年 也是事实 可是他任内 不是做了228补偿条例吗 对 但是重点来 你看你刚刚讲 只是这个限制太超过了 所以给你钱 好比说征收 这是一种特别牺牲的概念 可是228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 不法国家的概念 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在台湾是正当性是有问题的 使用这些法律 层次派乱条例 也有重大瑕疵恶解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 应该是要赔偿 所以很多人的批评这件事情 是这件事情 228是要赔偿 不是补偿 好比说我们讲征收好了 征收比较像是说 国家正义限制 但是这个限制太超过 超过你能容忍范围 所以我一定要给你钱做补偿 来换取得到公益 有点横平的概念 横平 因为横平应该比较好理解 就是这个状况像 让你陷入这样子的情况 我很抱歉 确实也是蛮不合理的 但是这不合理 也不能说要违法 对 因为还要创造一个大公益 但也不是说违法 才能给你钱 对 就毕竟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那怎么办呢 天平既然失衡 虽然合法 但天平毕竟还是失衡的 那我们就多少给你一些钱 来补偿你 来去让我们这个失衡的天平 对 回复平衡 没错 但它跟违法给予的损害赔偿 是差别的 因为损害赔偿讲的就是 你就是违法 对不对 违法就是不对 赔偿 就是要赔钱 对国家赔偿 对所以虽然结果都拿到钱 可是意义不一样 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延迟转型正义 导致2016年 我们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都是民间在做 那我觉得加害者的 这个真相跟面貌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越来越被吸食这样子 我觉得确实是蛮可惜的 那有人会说 为什么陈水扁不做 对不对 因为李登辉 公命是陈水扁啊 对不对 陈水扁也是民进党的 你要做就可以做啦 陈水扁其实想做 但是因为当时的国会 不是民进党多说 所以其实有这个东西 再加上他后来 其实有贪腐的这个 大家批评他贪腐 所以他做的时候是 他已经面临到贪腐的时候 大家说 你看你就是利用 政党斗争来转移焦点 所以就又有点可惜这样子 哦 就是因为转型正义 他毕竟就会引起 很大的政治风暴 那他自己已经 升线政治风暴了 对 那他再来做这个 没错 正当性就不够了啦 没错 对啊 那我觉得有一个 进行转型正义的一个 比较近代的例子 就是不当党产 那这个可能 8月28号的时候 就会解释 然后我们到时候 可以再跟大家谈 那也是一个典型的 转型正义的一个条文这样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问 就是说 转型正义 一定要清算国民党吗 这个 因为不是有和解共生吗 那难道不能跟国民党和解吗 和平转型 我觉得和解共生 跟清算 其实不是冲突的 现在的对国民党的这个 我觉得跟逗倒国民党 没有关系 因为你看不当党的条例子 是让不法取得的财产 回到一个正常 公平政党竞争状态 但是那些清算 其实我们 坦白讲 在当时做那些人 多半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觉得 清算的是说 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加害者 我觉得和解共生 是对我们加害者的 不同的面貌 去做不同的评价 我举个例子 当时的总统 当时的高官 真的是极端的加害者 可是你有想过 这个公务人员里面 体系当螺丝体系的人 他真的是产大的加害者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 参考南非的一些做法 就是让这些人 诉说过去所做的事情 来引求原谅 这或许也是一个 和解共生的一个 做法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去做 然后我觉得 也不能说一定是清算 我觉得你看好 好比说现在 资料库已经公布了 转型正义资料库 所以你看得到 以前加害者 这算不算怎么清算 你看得到其实 就可以去骂他了嘛 但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有些人选择就是沉默 继续当自己的官 但是有些人不选择沉默 跳出来去争取民主 在当代社会 我觉得给予两个不同评价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所以重点不在于 国民党怎样怎样怎样 最后是在于说 有没有这个动机 有没有这样意愿 去认真的面对过去 这个历史 对不对 一旦要去面对这个历史的时候 他一定要面对的 就是国民党 过去做的事情 必然的 这是历史的事实 大家有办法否认 对 那以李登辉当时身处的位置 对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看是很难啊 对 所以我会觉得 重观来讲 我觉得对李登辉的评价 就是他对民主真的是有功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确实选择了牺牲 我举一个学习良对他的评价 他对他民主的贡献是高的 对两岸关系 他觉得是持平的 不知道 然后对于他 这个卸任之后讲话 他觉得不负责任这样子 对 卸任之后 很多事情应该 他说他功过难 两岸政策是功过难论吗 他觉得功过难论 之后讲话不负责任 变得那么直白 对 他讲 因为我觉得也对 因为你不知道他内心 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当他讲说 我在野百合的时候 我就是希望你们来 我就希望民主改革 对 这不负责任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当成你的想法是什么 但从客观上来看 确实是让台湾 就有出民主转型 这也是事实 那希望这一集 可以让大家 对于李登辉 做过的事情 有法律上的了解 因为毕竟 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 可能蛮多都没有经历过 李登辉时机的 就算经历过 大家都还是小朋友 没错 青少年 大概也不会有 太多深刻的认识 希望这一集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 我们台湾这位前总统 李登辉 我们继续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